韦解峰到底哪些开放哪些暂缓 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度说明 文化场馆运动场馆百货皆可开放 夜市美食街维持外带制 宫庙教堂方面也可以申请开放 但还是要有严格的防疫措施要遵守 夜市美食街还是只能外带 不能内用 那一样 关于这百货公司 但是我的建议是 如果一时间还没有办法全部打疫苗 那就企业自己想办法 也许每个月做一个筛检 这样也可以减少说万一员工确诊 因为员工确诊 那一管至少要 整管要停24小时 那个确诊员工的主要工作区域 还是要停一夜三天 做消毒 所以每一个确诊案例 我知道对企业都是很严重的损失 所以在还没打疫苗之前 我看唯一的方法就是定期做筛检 这恐怕是我目前可以想到的方法 那寺庙 这的确是 这因为一开始 内政部跟疫情指挥中心的两个命令互相矛盾 所以我们到今天早上再次 跟中央沟通以后 不要确定是有条件开放 所以是这样 中庙当然 中庙是 特别是这种疫情期间 抚慰人心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说中庙是可以开放 但是还是一样 单一出入口 全城戴火罩 当然更不可以吃东西 十连制 然后里面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最终还是要人流要控制 所以我们希望说 每一个中庙 如果要开放的话 当然我们一开始说 里面不要超过100人 不要超过99个人 不过这样 每个庙大小不一样 所以就拜托自己控制一下 反正这样 保持1公尺1.5公尺 失念1.5公尺 大概是一个原则 所以自己看着办 虽然我们的确准案例 已经掉到每天不到10个 我也相信说 疫情还继续在趋缓 但是问题是从外国的例子 每次一放松就爆发 所以还是要小心 至于运动场馆 我们也是开始开放 除了游泳食物开放以外 其他就可以开放 但是会有紧密接触的 特别是像篮球 足球 这不开 针对台北市大龙洞保安宫 提交防疫计划 给市府审查 引发关注 柯文哲表示 公庙在疫情期间 能抚慰人心 因此在与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沟通后 决议寺庙宗教财团法人 拟定防疫计划 报给主管机关同意 落实相关防疫管制措施 即可开放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请辞议废 子宫確保 并且任计划 发 contest 是啊 不可 你说 mentioned 那 我 ör